我所看到的資料是這樣子 其實整個馬利乎波爾 你剛剛看到說 英國的記者 他都可以進到市區裡頭去拍攝 我們可以這樣講 其實整個馬利乎波爾 都已經被二軍所掌控 只剩下一個亞素鋼鐵廠 就只剩這一個 而裡面剩下來的軍隊人數呢 剛剛主持人提到 大概兩千五百萬 兩千五百人左右 那這個是根據當初的 三十六旅投降的人當中 去估算出來說 大概裡面還剩這麼多人 實際上面的人數 坦白說我想沒有人進去之前 也不會有人真正的知道 所以你說整個馬利乎波爾 是根本已經完全被掌控 只剩下一個鋼鐵廠 關鍵點當然就是在於說 這個鋼鐵廠 需要用什麼方式來強攻 那麼現在在馬利乎波爾的 主要部隊 其實已經幾乎不是 俄羅斯本土的部隊了 他主要是車程部隊 然後再加上 盾內刺客的民兵 所以重點其實是車程 以及盾內刺客的民兵 那麼他們希望把這個城市 整個都全部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往北延伸 那現在所謂的這一個要去做這一個 每一個人的查驗的這個工作 是因為他們俘虏了警察局的高階官員 然後他們已經同意合作 然後提供訊息給俄羅斯的軍隊 就是車程的部隊 讓他們去分析出誰是亞素營 一個都不准跑 因為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有幾架直升機 試圖要進入這個馬里乌波爾 要把一些高階的指揮官給接出來 我們也看到有這個有這個船艦 試圖要藉由港口 然後把這一些 包括了一些傭兵 就是包括大家在懷疑 可能包括了英國美國波蘭的 這一些傭兵要把他們接出來 但是都煞雨而歸 然後有的被擊落 有的被俘虜 然後有的被擊退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困獸的一個戰鬥 那當然他會非常的慘烈 這是馬里乌波爾的一個情勢 現在你看到俄羅斯的軍隊 在整個頓內斯的這個地方 就包括了這個盧甘斯克 跟頓內斯克 過去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他們大概掌握了三分之一 現在他們整個掌握的地方 已經超過了九成 所以頓內斯地區 大概都在俄羅斯的掌握之中 然後在南邊的克爾松地區 也大概掌握了三分之二以上 那我現在看到的狀況是 看起來要強攻的變成是哈爾克夫 因為哈爾克夫有部分的周邊的城鎮 已經是被俄羅斯拿下 比如說像一九亩 那麼拿下來了之後 哈爾克夫如果真的被拿下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烏克蘭在整個的烏東地區的大城 我說大的城市 幾乎都被俄羅斯拿下來了 所以那麼如果未來的烏東大會戰的話 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必須用這種方式 戰略來給自己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戰略的一個背景 一個支撐 但是呢現在有一個變數 當然就是在上個禮拜呢 莫斯科號然後被擊沉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只是普京他非常憤怒 其實這對於俄羅斯的軍隊士氣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看到在週末的時候呢 他們有幾波的轟炸 幾個重心點 一個當然是基輔的周邊的這些軍工廠 另外一個重心點是奧德薩 是在南邊 現在在烏西地區 烏克蘭所能夠掌控的唯一的港口 唯一的港口 而且那個整個的攻擊 也是導彈呢 也是從奧德薩這個地方呢 去往黑海這邊去攻擊的 那麼要攻下奧德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俄羅斯軍隊曾經試圖在一開始的時候 希望能夠佔領奧德薩 但是始終沒有成功 那現在呢 會不會因為莫斯科號的集成 而改變了俄羅斯 原本他的重心點都放在烏東跟烏南 他會不會轉移重心呢 要去強攻奧德薩 我覺得現在反而是一個觀察的一個重點 有軍事專家說了 如果奧德薩 赫爾松跟馬里烏波爾 三個地方 烏克蘭都都輸了 就是俄軍掌控這三個層 烏克蘭就算輸了 整個烏克蘭就大勢去 因為他就變內陸國